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最新一季已经开播有一段时间了 作为国内热度人气最高的老牌综艺之一 王牌的收视率依旧很不错 华晨宇 沈腾 贾玲 关晓彤等人全员回归更是令人欣喜不已 首期节目播出之后 反响还挺不错 除了广告植入太多被诟病之外 其他都挺符合观众的胃口 据统计 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中 竟然出现了15次广告代入 不得不说 王牌这吸金能力是真的强 3月10日下午 王牌官微再度在社交平台中晒出最新一期节目的预告片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 此次节目的主题为风云 节目组还邀请了赵文卓 张若云等大咖参与录制 并且赵文卓再次扮演聂风 在情怀方面 王牌一直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不仅让06届的超女重聚 而且还让新白娘子传奇 环珠格格等主演前来 可谓是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 此次再将风云组合搬上荧幕 着实让观众们雀跃不已 更何况还有张若云的加盟 收视率又有保障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正版布京云和润东未能到场 而是由华晨宇扮演 作为风云中的核心角色 赵文卓自然压轴出场 而且作为老戏骨 赵文卓十分敬业 进入观众视野后便大呼谁在模仿我 声音铿锵有力 而且赵文卓的造型也更加帅气 扛着血隐狂刀表情严肃的向舞台中央走来 整个人的身上都散发出狭气 瞬间带观众重回当年 入场之后 赵文卓还重现了聂锋的刀法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让人感受到无数的魅力 最后再来个完美结束 惹得现场观众与嘉宾尖叫连连 沈腾在这期节目中也饰演聂锋 在看到赵文卓酷帅的耍刀后 他也忍不住立刻模仿起来 然而由于沈腾本就不是专业的武术演员 加上臃肿的身体和不高的颜值 一套表演下来 让人感觉格外有腻 但好在沈腾走的是搞笑路线 外在要求不高 他也把自己所长发挥出来 喜剧效果拉满 不过这期节目最让人惊艳的还要述华晨宇 他所饰演的不经允首度曝光 颜值相当俊美 而且泡面头造型也相当出彩 曾经和润东的泡面头形象让观众们觉得有些丑 但华晨宇版的却很时尚很耐看 归根结底还是颜值的问题 可对于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说 华晨宇版本的不经允也有很多不足之处 就比如他的质感与角色相差很大 质感完全不同 身上毫无侠气 与赵文卓的聂峰同框显得格格不入 当华晨宇扛着爵士好剑摆拍时 自己都忍不住想要笑场 牧场